加個什麼 頓點 頓號 會更完美 不過最後一個不能加 那個又更 不過當然程式會變複雜了 那當然哪一個沒輸入的 他會顯示出哪一個 最後傳遞給他 不過這個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主程式部分 這一段就是 如果其中一個沒有輸入的話 那要顯示出哪一個沒有輸入 反之的話呢 else 就是他都有輸入了 那我要做兩件事 一個是比大小 也就是說哪一個是最大的 哪一個是最小的 那哪一個是最大 哪一個是最小的話 比如說這幾個數字 那要怎麼樣比哪個最大哪個最小 其實可以用正列 我們之前講過有沒有 你就把這幾個數字丟到一個正列裡面 然後再排序一下 就知道哪個最大哪個最小的 不過好像這樣寫 方法一 可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當然有啊 就是其實才三個數字啊 你就兩兩相比 比個兩次就好了嘛 一跟二比 比完誰最大 再跟第三個比 誰最大 那不就比完了 誰最小 一跟二比 誰最小 再跟三比 那不就比個兩次就好了 方法很多啦 這裡的話我們是用比兩次的方法 那怎麼比兩次啊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如果比大小的話 因為程式喔 其實沒有很多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寫好的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有兩個 function 然後比較 使用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在PHP裡面喔 撰寫 function 它一定是 function 開頭 名稱的話呢 開頭一定是一個 function 那什麼 function呢 我們叫 M 應該叫什麼 MAXI MAXI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會有兩個引數 A跟B 如果A大於B的話 那就Return A 反之 else 就是 就是B啦 這個 這個函數主要是 你丟兩個給我 我丟最大還給你就對了 最小這個剛好顛倒 誰最小 如果最小的 我丟還給你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我要知道 誰最大 那就用什麼 MAXI 先把N1 先 會先執行這個 就是2跟3先比一下 誰最大 再跟什麼